若你们看出自己的工作不符合证明 有些人可能会感到很沮丧 你可能质疑 我现在该怎么做 你有许多选择 包括不离开现有职务或专业 设法改善情况 如我前面所说 你可以先尝试鼓励你的公司亡羊补牢 若你不舒服的感觉 是由于职场上别人的行为所造成 别忘了佛陀的慈心法门 最冷酷无情的心也敌不过慈心 经上说 没有任何事物能伤害流露慈心的人 甚至连子弹与火也是如此 逞论办公室的骚扰了 若你以休息慈心展开每个工作日 谁知道可能改变多少事情 即使是习惯犯挫折 若某人与某处 每天对他们传送强力与纯净的慈心 有时他们也可能改正行为 在你放弃一个困难的工作之前 试试这个做法是很值得的 即使工作伙伴不改变 自己的心一定会调柔 也许你会开始对别人所做的事 感到友善与慈悲 而那些事以前会令你非常沮丧 有些职业或情况无可挽回 我们可能得离开 有时为了遵循佛陀之道 必须有所牺牲 佛陀曾说 我们不应以错误的方式求取富贵 不求子 财 与王位 不以邪道求福禄 舍此 皆非得利固 如是 方行 得慧义 对那些有专长或人脉者而言 离职或换工作的决定并不困难 因牵涉到的牺牲不大 但对较少选择者而言 放弃稳定薪水的工作 就会感到很害怕 尤其若有小孩必须抚养的话 然而 若事关个人的心灵健全 我们就必须采取行动 我并不是说什么戏剧性的冲突行动 首先 尽可能做好妥善的计划 然后 当你都准备好了时 剩下的便是坚守信念 经上说 护法者 横为法护 以及 当你相信心中所知为真实 事情便会向最高快乐发展 我在生活中对此屡试不爽 以下是我自己坚守信念 趋入正面的故事 在成立修行协会之前 我在美国华盛顿特区负责一个小而著名的寺院 长达约二十年之久 我在团体中无后顾之忧 有稳定的地位与强大的董事会 周围都是家人与朋友 但心里仍有建立一个可供住宿的禅修中心的梦想 人们可来此学习佛法与禅修 佛陀佛法与禅修 是人生最重要的事 但我看见许多人并没有一个可前往停留一段时间 以学习禅法的地方 我的动机良善 且信心坚定 我的家人与朋友们说 你的地位从高 在美国的第一个上座部寺院 且位置就在首府 你不应轻易放弃这一切 就某种程度而言 他们当然没错 离开华盛顿去找一个乡下的闭关中心 是从一个很舒服的位置 跳入未知的领域 我的朋友马修与我所找到盖中心的地方 是位于西弗吉尼亚偏远邻区的深处 这个人际罕至的森林 如此祥和宁静 似乎是个传法与禅修的理想环境 这块土地很美 远离华盛顿的喧嚣繁忙 但也是在非常保守的基督徒区 离我们的支持者很远 我对这个地方完全陌生 从一个人也不认识的情况下 开始工作 新协会并无会员 我们不知如何生存下去 家人与朋友担心我如何糊口 有些人还担心我的安全 但我认为自己心存善意 无论当地人如何保守 由于我不会伤害他们 且不反对他们的宗教 因此他们不会伤害我 买下那块地之后不久 我在路边树立一块招牌 雄心勃勃地写上 法村 有一次我回去 有一次我回去为一个朋友介绍此地 有人把法字遮取一半 成了村 下次我再回来时 招牌已不见了 虽然有这些不好的预兆与障碍 但我还是进一步投入计划 几乎所有认识的人都劝我别这么做 我想支持我的人不到五个 紧急时无人赶得及前来帮忙 亲戚与朋友都在华盛顿 距离160公里之外 我无法告诉你 开创时到底有多么困难 即使帮助我成立中心的朋友 在一段低潮时期 似乎也有疑惑 保护我的 是我对于佛法的净信 我的梦想是通过教学与写作弘法 不对人收任何费用 即使当我还是小孩与沙米时 若有人送我礼物以交换佛法教学 我也会拒绝受取 当我长大时 我得知佛陀仅止贩卖佛法 他说 别成为法的商人 慢慢地时光流转 因缘俱合 我们终于在森林中 辟出一个禅修宗心来 惊人的事情发生了 就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 援助不请自来 切有意想不到的关系 来帮忙突破困境 我们就这样在摸索中进步与成长 我的经验告诉我 当我们遵循渴望安稳与快乐之心 且为了正道与真谛而做出牺牲时 正面的回报一定会来到 然而我也知道 经济情况可能让人很难有选择的一地 尤其对那些教育或技能有限 或高度专业化者而言 若这个领域只有一个工作来源怎么办 若你有许多孩子 生病的父母或慢性病的孩子要抚养 而唯一能找得到的工作 是附近的酒品商店 若你住在必须打猎或捕鱼 才能维生的地区 对于经济情况急遭 或被迫从事非法活动 例如纵直大麻者而言 证明是什么 若出于这些情况下 你可以这样安抚自己 你并无伤害的意图 因此无需为并非由个人亲自 或直接造成的有害后果负责 博士时有个故事可说明这点 一个负伤的女儿文法后已达到出国 有一天 一位英俊的猎人来到城里贩卖鹿肉 年轻女子爱上了她 她在未告别家人的情况下 跟随猎人回家 并与她成为夫妻 身为猎人的妻子 她必须清理与准备 她打猎要用的剑 网与陷阱 她顺从地做这些工作 这对夫妻有七个小孩 妾都已结婚 有一天佛陀以其佛眼观照世间 她看见这一家人都可能觉悟 所以去拜访他们 佛陀先去猎人设下的一个空陷阱 她在陷阱旁留下脚印 然后便在灌木丛中等待 当猎人前来看见陷阱空无一物 旁边却留有脚印时 便认为有人偷了她的猎物 她瞥见佛陀在灌木丛中 于是拉开弓箭瞄准她 之后便以此姿势动弹不得 七名小孩来看他们的父亲 发现她拉着弓不动地站在那里 于是也讲弓箭瞄准佛陀 但也都变得无法动弹 最后妻子来看她的家人 她发现他们都讲弓箭瞄准佛陀 她高举双手大喊 别杀我的父亲 当她的家人听到这句话时 心想这个人一定是她的父亲 他们以前从未卯面 丈夫心想此人就是我的岳父 子女们心想此人就是我们的外祖父 他们心中充满对这人的敬意 因此放下武器并行礼 于是佛陀为他们开示佛法 听完后他们都达到出国 之后当她返回寺院时 僧众们好奇地询问佛陀 为何如此 他们质疑 这个女人怎么可能在觉悟之后 还帮忙准备杀害动物的箭与陷阱呢 佛陀解释 他并未参与杀害动物 此外 他并不希望动物受到伤害 只是尽一个猎人妻子的义务而已 然后 佛陀进一步解释 无伤之手掌 能安全吃毒 如毒不入掌 邪恶亦不能 寝入清白心 就如只要手掌无伤口 就能以手持毒 而不愁毒寝入一样 同样的 只要你没有伤害的动机 有害的行为 便不能伤害你 虽然猎人妻子 准备杀害动物的工具 但如此做 只是顺从丈夫 研究当时的文化而言 对于这种事 他并无太多的选择 他并无伤害意图 保护其心 免于受到恶报 由于他并不希望 动物受到任何伤害 因此 行为是清白的 若觉得自己的生计 是有害的 但确知 并无其他事 可维持你与家人的生活 你可逐步尝试 找到一个较好的职业 在此同时 传送慈心 给每个受你工作影响的人 且持续专注于良善的动机 来安定你的心 若接受以证明为目标 我们可在修行成熟时 逐渐趋向它 最后 你的工作 应积极促进 每个相关人士的心灵福祉 因你的行为 会影响别人 我认识一对开创家庭事业的夫妻 他们做可爱的木头玩具 针对小孩 做特别安全的设计 最后 他们把事业扩展到平民区 为许多人提供生计 他们不要求工作者 到工厂做事 而是提供材料与训练 允许工作者 在家组装玩具 然后再按成品建树 记筹 这个办法允许员工们 把生活重心 集中在家庭 根据个人需要工作或休息 有时 人们问我 我如何找到一个 善巧的生计形式呢 由于 我基本上 从12岁起 便有相同的专职 因此 并非告诉别人 如何转换跑道 或找新工作的最佳人选 然而 我能说的是 寻找正面的方式 和开启任何一项 新的伟大事业的方式相同 别对它 大惊小怪 只要接着做对的事 即是 用正念 修习正命 讲工作 是做修行的一个方面 并不容易 许多人 截然区分 修行生活与工作 然而 当做下了禅修 反省过去的行为时 必须承认 我们在工作中 所做的事 是自己的行为 即使它们是老板 售事 或职责所需的部分 说谎 还是说谎 即使是别人付钱 请我们做的 我们必须 对所说 与所做的一切 承担现在 与未来的结果 因此 对于工作的相关行为 我们应抱持 和其他行为相同的 道德标准 一如正与与正业 正命需要持续进化行为 无论是在家里 或在工作中 当在符合正命的工作中 做事时 每个工作日都应付对 每个工作日 都应对出现的道德议题 保持敏感 我们必须非常清楚五戒 并小心绝不违反 即便没有直接涉及五戒 我们依然需要注意自己的行为 反省是否可以承受 尤其造成的后果 当正念禅的修行加深时 我们也许可更加平静 与安忍 以至先前无法接受的情况 都能包容 对我们来说 只要是正当的工作 都是完美的 我们最关注的是 工作不会妨碍心灵成长 只要我们不会因破戒 而伤害自己 或卷入其他令人烦恼的 道德情况中 我们的心就能变得平静 与安稳 以平静与安稳之心 我们可以承扎 一旦清除障碍 其他的事 自会水到渠成 这个情况可比喻为 我们维持生命的方式 饥饿时吃饭 口渴时喝水 寒冷时穿衣 我们做很多事 以避开疾病 避开有害危险的活动 与情况 但我们不会四处嚷嚷 我要活下去 我要活下去 只要照顾好基本需求 身体自有其生存之道 同样的 在正面中 我们唯一的责任 是避免造成自己 与别人受到伤害 好让自己 能保持平静与安稳 只要心是平静与安稳的 我们就可在佛陀的安乐之道上 禅修与进步 若我们希望更快速地进步 便可寻找有益于修行 或鼓舞我们更快速前进的职业 这类工作 这类工作提供挑战 我们弱点的机会 使我们可加强他们 但又不致被压垮 且避免出现目前还不足以应付的问题 例如 想要修习唯妙高深禅定的人 最好能从事 不过度刺激心的 容易且劣行性的工作 而刻意休息安忍的人 则可选择和不好相处的人 一起从事挑战性的工作 它将可因此而获益良多 禅修期间 花点时间使用三段式问法 去评估你现在的工作构成正命的程度 从而确定 它还有哪些需要改善的地方 问自己 今天可做些什么 才能让工作情况 更积极地利益自己与他人 下面是关于正命随念的几个记忆要点 我们的茅生之道 不应妨碍心灵成长 我们可使用三段式问法 去评估一份工作是否符合正命 首先 我们检视工作是否先天 便对他人或自己有害 其次 我们考虑工作是否造成自己 违犯无界中的任何一界 最后 我们自问和工作有关的其他因素 是否使心难以安定 磁心可改善困难的工作情况 若你并无伤害的意图 则心不会被工作的负面影响所伤害 正面是我们在修行成熟时 逐渐趋入的目标 翌尔